保理店今天一早 我先一家超胸的手腕 健康在各地四点前来到破案 大余三十个世纪的贤官 在五中三楼和四凌路靠的一家超胸 先是家做不买的东西 先后向店员说他幸福有早得 要店员快快配合 就像书英台来到四千块建金 全部手腕 健康在这就破案之后 来找看监视器的卫民 马上是收担设厌的厌烦 并且在一间汽车路灌 来找厌烦台保贵案 是因为要吸毒吗 毕竟往台保贵案 厌烦点点没说话 就像厌烦设厌在一间早上四点外 在保理订中三楼和四凌路口 这间便利超胸出减 凡人过程全报被店员是去落下 我在柜台里面来了 他只要打开收盈器里面的东西 结果他打不开 一直在跟那个电影在讲 后来拿开了 拿东西了 拿钱就直接拿 来算钱 他就跟我讲说 他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就在那里找 找一找 才就来柜台 就给我看他身上的那个 很像刀的东西 对 是放在哪里 胸口 就跟我说 叫我配合他 他不会伤害我 对 然后就叫我拿钱 害怕吗 超怕 怎么做 吓死了 就我怕他 我会不会被捅之类的 他就在那里面 设定集成贤凡寺案 在第第四点前来 就将贤凡台宝几案 交易相关分视器以后 锁定桌险 那是扁侠的毒品人口 也是抢夺前科的官方 那我们在汽车理馆查后 桌险到案 是为了吸毒的关系吗 应该他是毒品人口 应该是没有钱 所以才到超商抢 警方调查发现 险凡在穿几这间超商进程 他先在南岸楼到民生楼口 这间超商买东西 但没什么好复 他当时要做东西 直接拿走 第一间他们没有钱赋 他这个电眼不给他 不给他 东西不给他拿走 他只要拿走 好夹在当时是一位南省店员 坚持不让他拿走东西 险凡这只好乖乖离开 却没想到 马上就专翁另外一间超商手索 就像险凡有恩徒和手索的全口 警方怀疑是因为没钱购买 再犯下超商的案件 目前专案已经由警方以上 南岛地检署继续进班 接着王家乡彩虹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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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